我們這邊將來介紹ASB.NET MVC RELAUGHT FIELD 結果規律器 OUTPUT CACHE的操作 在MVC的Controller裡面 我們可以使用OUTPUT CACHE這個結果規律器 那它可以來幫我們將Action 目前的檢視頁面內容做快取的動作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範例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瀏覽器上面有一個 OUTPUT CACHE這樣子的字 下面有一個目前伺服器的時間的值 那當我們現在按下F5的時候 然後瀏覽器的F5 可以發現那個時間的值有改變 我們這時候再按下F5 然後再按下F5 我們現在持續都要按下F5的情況下 你可以發現 現在的那個頁面內容改變了 這時候我們在按的時候發現 內容並沒有做更改 這時候我們都是在持續按下F5的時候 那現在你可以看到這時候的F5 它的時間又更改了 那你可以發現一個現象 其實我們在這個頁面裡面 它好像必須要持續一段時間 這些內容會保持一段時間 都不會做更改 那只有目前超過10秒之後 內容就會重新再去做更新 那是因為我們現在目前 有使用快取的機制 先把整個頁面內容 先存放到伺服器的記憶體裡面 那基本上它的快取時間是10秒鐘 所以說當你10秒鐘之後呢 這個內容就會重新 伺服器會重新取得新的內容 然後再把它放到目前頁面上面 那所以說我們剛才 當看到這持續的時間裡面 那內容都沒有做更新的情況下 都是直接從伺服器的記憶體 把內容直接取出來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讓我們 在做每一次這個 索取資料動作的時候呢 那不會平凡的去跟伺服器 直接要資料 那它是先從它的記憶體 裡面的這些 快取下來的這些內容 先顯示在我們的那個 用戶端 所以說會有這樣的現象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程式的部分 我們開啟V266的編輯器 我們看到Muse資料檔底下 有一個index 這檢視頁面檔我們打開 那我們這次有提供這次 範例的相關說明 大家有空可以稍微看一下 好那接下來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下面的部分 我們這邊有一個HTML的文件 那下面這邊Body的段落呢 這邊有一個ViewData 的那個檢視的資料 字典的資料 好那我們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我們HomeController裡面做什麼事情 我們看到HomeController這邊呢 我們有一個index 這個ActionRealt的那個 Action動作方法 這個方法的上面我們套用一個叫Output Cache 這個屬性 這個屬性呢 我們這邊有設置 就是這個10 那這個10秒 代表 就是在這10秒以內呢 我們 的內容 都是直接去取快取的那個 記憶體裡面的資料 並沒有從這個Action 重新再去指派新的資料過去 OK 所以說 上面呢 這個 有一個那個應該是參數吧 它10的主要的那個作用 那旁邊這個就是如果我要帶一些其他的那個 Gate 其他的Gate參數的話 我們這邊就會做設置 那因為我們目前沒有 不需要做任何Gate的參數的那個處理 所以我們這邊就沒有去設置 好那我們下面這一段就是目前 把取得伺服器現在的最新的時間的值呢 把它指派給那個Vue Data OK 那Vue Data的話 再由我們現在 剛才看到的這個 在Index的檢視頁面上面呢 Vue Data 再把時間顯示出來 OK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 就可以看到 然後 在這個Action上面 如果設置這個 Output Cache 這個屬性的話呢 那你就可以 很輕鬆的 就可以做到 這個Action 它的相關的檢視頁面 就可以做到內容快取 這樣的動作 我們這邊就針對 這個 結果過濾器 那Output Cache 做相關的介紹 那就說明到此 謝謝